乌鲁木齐,中国内地女演员,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,2013年,主演个人首部电视剧《阿纳尔罕》,2014年参演古装玄幻剧《古剑奇谈》,2015年主演校园魔幻网络剧《逆光之恋》,等等,其实她演这么多部剧,都没有真正火起来,她能火真的多亏了杨幂,大家都知道热巴是杨幂旗下的一人之一, 杨幂旗下的一人有很多,但唯独热巴最火,这么说一点也不为果,看得出杨幂对她是非常好的,平常出席活动也会带上她。 最近某浪维娱乐圈的人际明星举办一个热搜疯狂打call的活动,活动根据每位参与明星的粉丝贡献量排名给予一些称号,活动的初衷原本是好的,但是迪丽热巴的个人数据丰富实在是太夸张了,被别家粉丝举报有作假嫌疑,随即,热巴的一大波黑粉涌出,群潮热巴及其粉丝, 据统计热巴无缘无故,竟然多出了三千多万的数据,经过某浪排查,证实热巴的三千万数据是刷出来的,结果可想而知,演员迪丽热巴的称号已被撤销,现在的热巴心理,该有多难过呢? 热巴的数据如此夸张,有网友说,应该是老板在帮他,但小编却不这么认为,首先热巴已经这么红了,他不会不明白这样做,对他未来的演绎事业一点好处也没有,况且如果一旦被人知道他的数据是假的, 那么他以后也许可以退休了,再来说杨幂吧,一个事业型女强人,对工作要求严格,他是不会这么做的,你们看到的现在热巴是靠演技火的,而不是刷出来的,再说了杨幂也不会让他这么做的。 这个数据究竟是怎么来的,平台也检测不出来,所以在事情没有得到证实之前,大家就不要再嘲讽和猜测了。 热巴旋程未参与活动,一直是粉丝和平台在主导。